半快人心的好消息 经过漫长的法律官司诉讼 苏赞克斯公爵哈里王子终于在近日与英国小报非法窃听的案件中胜诉 法院判决被告方需要向哈里支付高达14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127万元的巨额赔偿金 这无疑是哈里夫妇自退出英国王室远走美国以来获得的一次最大法律胜利 三年来 尽管哈里一直坚称自己的隐私遭到媒体非法窃听 但此前所有的案件都以失败告终 这也让他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如意 所以这一次获14万英镑的赔偿金 对于重拾信心的哈里而言其实并不多 但法院终于认可了他的主张 这才是哈里真正开心的地方 这是梅根入宫以来 两人首次在法庭上大获全胜 事实上 自从哈里的妻子梅根嫁入英国王室以来 她就一直与英国媒体和舆论保持极其糟糕的关系 无数负面新闻将梅根宣判为难以相处的人 于是愤怒的梅根选择反击 他多次对包括《每日邮报》等多家英媒发取法律诉讼 指责他们侵犯隐私 散播谣言 但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 这也让他在英国的声誉跌到了低谷 这一次哈里的胜诉无疑给了这对夫妻极大的鼓舞 这是梅根嫁入王室以来 他们第一次在法庭上大获全胜 成功击败了心腹大敌英国小报 哈里此前曾亲自回英作证 表现自信满满 其实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初 哈里王子为了自己的权益还特意从美国回到英国 亲自出庭作证 指认小报的非法行为 现场的哈里信心满满 神采奕奕 他并没有理会记者的围追堵截 一心一意为自己辩护 在法庭上 哈里王子被认 被告小报多次在他 未知情的情况下 非法入侵他的电话及邮件 这些违法行为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干扰 最后哈里王子庄严宣誓自己全部陈述属实 并充满信心地认为法院会做出公正判决 当时他的表现可谓毫无破绽 看不出一点慌张或退缩 此次 所以此次14万英镑赔偿金的胜利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哈里当初的判断没有错 他主张的电话被窃听等事实 终获法院认可 哈里一次指责卡米拉与媒体合作泄露 始终不得重返王室 其实在哈里王子当年决定隐退渡海 离开王室之后 他就一直认为 这其中或多或少有他那位不友善的继母卡米拉 现任英国查尔斯三世的王后 在背后施加影响 哈里甚至公开表示 卡米拉与英国媒体存在非法合作关系 这些小报获得的一些敏感内部信息 很可能就是卡米拉直接透露给他们的 目的就是故意在舆论场上攻击哈里夫妇 如果真的是这样 哈里王子被迫离开王室 其实就是卡米拉有意为之 所以在多次表达回归英式意愿不果之后 哈里也越来越确信 这几中卡米拉的阴谋算计占了相当大的因素 这次14万英镑赔偿金的获得 对想重归王室的哈里而言 恐怕难以抵消心头之恨 卡米拉如今已经当上英国王后 而哈里和家人还是被拒之门外 无法回到百金汉宫 一切似乎都在印证哈里的猜想 卡米拉如愿登上王后 儿子也公开批评哈里 其实在哈里王子决定退隐到美国之后 他和英国王室的关系就愈发恶化 而那时的卡米拉还只是查尔斯王储的情妇身份 没想到几年过去时局风云变幻 卡米拉如今已经名正言顺当上了英国的新王后 他甩掉了之前的负面印象 成为受所有人关注的 成为受所有人欢迎的焦点人物 就连卡米拉与前夫所生的大儿子汤姆 也开始公开批评哈里的所作所为 指责哈里捞足了英国王室的好处 却又缺德的转头质疑王室 简直是恩将仇报 这无疑印证哈里退隐后 卡米拉一家成功飞黄腾达 而他自己却日益堕落 这种强烈反差也让哈里对卡米拉的怨恨 无以复加吧 14万英镑的赔偿 在这些新界面前简直不足挂齿 哈里现在只想证明 卡米拉才是王室丑闻的幕后黑手 哈里需要进一步效仿 名人打官司的方式才能再胜诉 其实在哈里王子缔造法庭首胜之后 英国就已经有声音认为 如果哈里真想赢得舆论支持 获得更多法律成功 他就必须进一步照搬美国名人的操作手法 大张旗鼓通过法庭讨空道 比如哈里应该学习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 或者金卡带山家族那样 把法庭当作自己的个人秀场 利用这个平台最大程度的增加曝光 争取到身边观众的同情支持 只有不断通过法庭打击报刊杂志 才能遏制舆论场上的否定声音 扭转哈里夫妇当前的被动局面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免不了 要花费更多金钱诉讼费用 但哈里的14万英镑赔偿 可以为此第一桶金 哈里夫妇利用王室资源牟利的手段也很难看 当然在人们被哈里的这次法庭首胜 欢呼雀跃之余 他有声音认为 哈里和妻子梅根利用王室资源 牟取私利的种种做派 其实也十分难看 比如他们接受美国各大电视台天价采访酬金 出版所谓披露王室内幕的畅销书 甚至不惜挖苦王室成员来博眼球 如此铤而走险的手段 也使不少人对这对夫妻的评价大打折扣 毕竟他们能坐拥今天的一切名利 全都是仗着英国王室庞大的影响力 如果没有王室这张金字招牌 哈里和梅根又将沦落为如何下场 可想而知 所以哈里抨击王室媒体的同时 自己的所作作为似乎也难辞其咎 这种麻烦的性格和作风 恐怕也是他至今仍无法重返拜金汉宫的根本原因 八 两人今年还发表言论批评王室 已失去英美民众支持 其实在今年年初 为了向Netflix证明自己的价值 哈里和梅根还先后发表了多段项 向王室批评的言论 以来外界非议 比如发表关于英女王去世的评论 质疑王室种种歧视问题 以及指责威廉王储弟弟曾冬粗等等 这些言论一出 立刻招致英国国内的一片抨击 舆论认为哈里夫妇已经完全失去底线 只支缠着王室额前 就连英国民众也开始反感他们的所作所为 认为哈里和梅根不懂感恩 只会利用和违反规则 如今这对夫妻已经很难再获得英美宫中的同情 法庭之外他们的处境更加尴尬 所以这14万英镑的赔偿金 对两人来说其实意义有限 他们迫切需要重新考量自己的公众形象 否则就真的会被舆论逼上绝路 梅根的背景和思维方式 可能与英国贵族的传统有所不同 他或许不太了解王室的惯例 而在这场争夺中 大的坚持和不妥协的态度 似乎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 一些网友甚至指责 他在嫁给哈里王子之前 就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 认为他追求的是王室的财富 而不是爱情 尽管梅根试图挑战王室的规则 但王室成员一直保持着对规则的忠诚 他们不会轻易妥协 这场遗产争夺战还在继续 谁将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仍然是未知数 希望他能够以公平公正 公开的方式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 以避免引起更大的争议 感谢观看